嘉義縣海區零確診在15號破工了 東石鄉超商員工染疫 同住的家人 還有超商接觸的同事 全部都被隔離 初步篩檢是陰性 同時也進行了疫調 追蹤了1500名的客人 但是感染源不明 由於這間超商本地客人 是比例比較少的 也懷疑這是外地遊客染疫的 清潔人員站在車上 嘉義縣東石鄉沿途噴灑 總共五個村大消毒 因為附近一間超商員工 15號公佈確診 他是13號的時候 晚間出現喉嚨痛跟發燒的症狀 染疫的超商員工 13號出現症狀篩檢後確診 同住的父母 外甥 外甥女 和工作接觸的同事們 全部隔離 總共採檢20人全部陰性 但來電力消費 可能接觸對象高達1218筆 已經用簡訊通知 初步懷疑感染源 可能是已經出現症狀的 某位客人還在調查中 外客比較多 本客點的相對來講 比例比較沒有那麼多 不排除感染源 可能是外地遊客 好險有實名制進行疫調 但在台南則是出現 有人留假資料 客人到創冰店消費 沒帶手機 改填寫實名制 拿冰時說皮包沒帶 要回家拿錢就沒再出現 業者回播實名制電話 竟然是空號 客人留假資料吃霸王餐 好幾家業者都受害 一百塊而已 兩碗一百喔 對啊 別覺得沒什麼事啊 如有店家遭受 類似情形 受害情形 請永遠出面向警方報案 店家捐食器一撲網 富人知道事件大條 趕緊來還錢 只是神明制卻留下假資料 恐怕將成為防疫破口 接著後館賴冠章王書宏嘉義談談不老